在今天白天 封面随着由北往南而移动 这全台湾都有江雨的现象出现 不过呢 对于我们中南部的汉象来说 多多少少都是有帮助的 不过东北季风的吹下来 也使得北部的温度明显的转凉了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三个之坠 第一之坠最凉的地方 在今天清晨的时候 五点钟淡水的温度只有在20.1度 温度的感受上 即使到了白天 这北部地区的温度 也只有在23度到24度 所以呢 天气形态来说 北部明显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可是呢 封面逐渐的难移之下 山区的降雨比较偏多 尤其在河欢山地区的降雨 有达到了126毫米的雨量 山区雨量多 相对的 对于这汉象来说 多多少少都有些帮助 但中南部的汉象还没有完全解除 你用水方面还是要注意 不过中午热之下呢 使得在恒春半岛的地区温度 是全台湾最高的 到了32.2度 明天雨后要转为多云的天气了 因为最主要 封面云带逐渐的难移到巴士海峡了 但是呢 早晚的天气凉 骑车的朋友 早出晚归要注意 我们就来看一下 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封面云带由日本南方 一直延伸到这个南海 而封面的水汽 在今天白天 逐渐的影响全台湾 都有一些震雨的现象出现 山区的部分 像在台中山区 南投山区 嘉义山区 跟高雄山区来说 比较偏多一些 不过这个雨量来说 到今天晚上 就已经逐渐的要解除了 因为最主要呢 就在于说 整个水汽已经正在逐渐的 往东的方向移动 晚上 雨后要转多云了 北方高压 持续的带进来东北风 所以呢 明天的清晨之前 北部仍然比较偏凉 我们就来看一下 各地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形态来说 在这北部地区 只有在21 中部22 南部是在25度 明天白天 随着冷空气减弱 温度会比今天略为上升 阳光出来的话 相对的北部 就有机会在28度了 而外岛的马祖金门来说呢 晚上的气温形态来说 也比较偏凉 小丁林给您个提醒 特别注意是早晚凉 骑车的朋友 穿着方面要注意 山区还有局部性的雾 山区行车的朋友 要小心 我们下期见